拿着 啥呀 这购物卡 干啥呢 你下午不是要应聘仓库主管吗 你给同事们一人发一张 我咋就没想到呢 多少钱一张 这一张是一千 那我把钱转给你 哎呀不用 等你当上仓库主管 你清了一口就行了 行 这次咱们的仓库主管 采用内部竞聘的方式 竞聘者一次轮流发言 然后由大家投票决定 票数最高的就是我们仓库主管了 你们谁先来 同事们好 我来公司也一年多的时间了 如果我当上这个仓库主管之后 我将从一发货流程 二商品管理 三仓库环境 这三个方面进行一个提升 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 要求大家 我说完了谢谢 把下一个谁来 我我我我 呃 各位兄弟姐妹们啊 我废话不多说了 如果我当主管之后 我将从四个方面进行提升啊 比你再多一个方面 这哪个四个方面呢 吃喝玩乐 咱们都安排好 怎么吃喝玩乐呢 我这个买了购物卡 你等我当主管之后 咱们一人一张啊 卡里面有一千块钱 这不是拉票我这不是 我不是让你投票可以吗 你给我打 这这这这算拉票吗 这这算什么拉票 很好啊 这不算拉票 我支持你 我第一个支持你 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 恭喜小鹏 成为咱们的新主管 大家鼓掌 谢谢谢谢谢谢 你也来一个 来来来来来 哎呀都有都有 谢谢 给你俩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个 咱飞链行过员 是找你有事 咋了 哥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那边客户 他催的比较急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先发货呀 啊 成插队啊 也不是不行 带上东西了没有啊 带什么东西 没拿点购物卡啥的吗 你来这 我还真没拿呀 那你这我很难办呢 你知不知道老妈 你累不累 吹吹铁吧 哈哈哈哈 干啥呢 今天要宣布个事啊 你们的新主管 严重的违法的公司规定 现在决定撤销他的职位 再罚花五千 希望你们引以为戒 散会吧 咋会这样 哥 什么事啊 别说了 那个购物卡能不能退购呀 啊 我购物卡 哎